各位同学们大家好,这个是Triponometry II第十一页的第二段片 假设各位同学们已经看过书类的基础部分 我们选一条特殊的例子和大家讲一讲 看一看,这里他告诉我们是一个三角形ABC 即是说,这个是一个三角形 ABC是三角形的角,然后他就要求我们做一个这样的证明 要证明这样的物体,即是这样的关系 原来将ABC的角度乘两倍,然后各自浪费之后加起来 我们得出的结论就是将之前ABC的角度乘四 他就要我们证明一个这样的关系 所以也是一个提醒,即是我们要证明左手边和右手边 Proofing 的问题 去到Proofing 的问题,我们要判断到我们 由左手边入手还是右手边入手 往往的原则就是你哪一边入手 你有起步点就可以由那边出发 再不是两边出发都可以 左手边做到某个地方停止到,下不了 右手边又继续做,做到好像一条桥 把两边接到大家相等的,OK的了 好,那我们试试判断这一条 如果左边到右边,我们想想这个进路 好,左边是什么来的?加来的 右边是什么来的?成来的 所以如果我们是想着左边去右边的话 我们应该会用Sum to Product 即是这一堆这样的公式,作为我们入手的 那你说呢,另一个角度 这里向这里出发行不行呢? 应该都行的 那因为成变成加,那你可能由这里开始入手 这样,所以在这里我不两边做完了 我只是选择其中一边,我由左边入手 左边入手,其实就是将这两个 即是三只角,成了之后再加起来 那之后呢,那我们如何处理呢? 那我们可以先处理 头那两个 先处理头那两个,先用一用的公式 Side加Side的公式是什么呢? 看这边了 Side加Side的公式就是两个Side 两个双加除2,那就跳快一点 两个双加就是2A加2B 再除2,所以就是A加B 然后两个双减除2cos 两个对减除2,就是A-B 好,如果跳得太快,你自己试试 写清写错就看到了 好,那来到这里的时候呢 就好像停了一手,不能再下 对吧? 看下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目标是这个 成了,那我们现在只是这里 好像还差一段 我刚才说过,好像有个可以再加 但是应用也应用不了 因为这边不是单纯Side,对吧? 如果你单纯Side,那我就直接Side Side A加Side B再用一次 好像完全下不了 下不了之后呢,我们要再问一下自己 现在有什么条件我们还没用呢? 有的,因为这个A,B,C 其实是什么来的? 是一个三角形的角 那换言之,即是什么意思? 三个角加上会是180度 所以呢,如果我们把它看成为三个角度 就是180度,其实刚才我想用Pi的 好,不要紧了 这里它也没有答应 要求我们一定要用Pi还是Degrees 好,那我们又用了一个这样的条件 那么,180度-C 用回我们的公式,即是Side C OK,去到这里也好像没有帮助 都是刚才那句 你又不是单纯Side,又是Side C 那么,如果假设一下 你这里Side C,你又用回 这个,不是,这个Side C又再用多一次 那你其实回回头而已,没有意思的 所以你要想另一个方向 我们不能够将Side C又再拆做加减 拆做加减,你只是把它变成这个 好,那如果大家心水清 其实呢,我们应该可以focus在后面那一夹 因为我们DoubleN的方法 知道这个,两个Side C,Coside C 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大家就可以抽个Side C出来 不单止Side C,2也可以抽出来 那么,有同学可能你会想 会不会将CosA-B 用这个公式拆,你可以预示得到 你拆完之后,其实很复杂 那些是CosCos加Side 之后呢,很难处理的 所以,似乎都不是我们的向导 好,反而刚才这个位置 我将它抽出来 CosA-B 然后呢,加CosC 抽了出来之后 整个黄色部分抽出来之后 咦,用到了,是不是? Cos加Cos 这里就有一个Cos加Cos 给你用 所以,再用多一次Cos加Cos 但在Cos加Cos之前 我们都想多一点 其实都是这样用的 不过,我们可以这样看法 我们看看我们的目标 我们的目标是这个 现在其实已经出了这个 C,是不是? 出了这里 所以,剩下来 我们只得SinA-B 那即是说 这个C 其实我们已经可以 丢掉它 变成AB 这样就会更容易去做 所以,我们呢 在用Cos加Cos之前 我们再把它变成AB 因为我们知道目标 其实只想出AB 那怎么变呢? 就好像刚才那样 Cos180度 是一个三角形 好,两个SinC 然后呢 CosA-B 这边呢 Cos180度- 就变成 用回我们的公式 Cos180度- θ 即是在这个位置 所以给它一个符号 不变样的 Cosθ 所以这个呢 就给它一个符号 CosA-B 好了 那现在呢 这里呢 你就可以真是用Cos-Cos 这个位置 Cos-Cos 这里 那么 直接用 不过这个A 就是A-B B 就是A加B 用一转 那就可以了 又或者同学呢 嗯 都不用 又或者了 好,直接刚才那样 用一转 Cos-Cos 所以会有个-2 出来了 然后呢 Sin A加B 两个双加 两个双加 两个双加除二 两个双加除二 这个和这个加助 即是2A 再除二就是SinA 好,再来Sin 两个双减除二 是前面那个 减后面那个 那前面的减后面那个 那我们就会变成 -2B 除二 就是-B 好,但我们知道对于 Sin 来说 这个符号可以抽出来 和这个cancel 2和2 变成4 所以答案马上已出现 Sin A Sin B Sin C 这个就是我们的右手 好,所以重复一次 整个问题 关键位 重复地应用 就是 我们如果由左手边入手 重复地将 sum to product 这一块去应用 在应用当中 因为我们要用到 它是一个三角形 所以我们会用到 180度减 减 减减角 又或者这里将c 又变成186-AB 这样的物体 所以整个 证明就是这个 框架 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